HELLO 大家好,我是AMMY,今天我們不是煮食的,我們會做蜜糖葉檸檬,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蜜糖和檸檬,做好一勾之後隨時就可以不離喝,但我的習慣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會拿少許出來,然後沖暖水喝,喝完之後就會舒服很多,而且是有了排毒的,好,那我們立刻開始做吧! 對啦,材料就有這些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我們就要洗乾淨檸檬,我們就可以拿少許鹽在檸檬表面磨擦一下,就可以擦走一些髒東西 之後就可以沖水洗乾淨檸檬,記得洗完之後就要等檸檬完全風乾,又或者你可以用紙抹乾它 除了檸檬之外,我們還會加幾片薑,因為薑對身體很好,又可以舒緩感冒的症狀 就可以按個人喜好,切幾片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順手把檸檬都切片 切好之後,我們就可以把檸檬的核拿走 因為那些核後面會有苦澀味,如果不拿走就會影響蜜糖的味道 而且如果你看到檸檬有些黑色的點,也可以略略批走它 然後就可以準備兩個乾淨的玻璃瓶 就可以用熱水滷一滷的瓶,等它消毒一下,吹乾後就可以用了 然後就可以放一層檸檬,再加一層蜜糖 不斷重複這個步驟就可以了 記得不要漏了放薑 放好之後就可以蓋多一層蜜糖 記得蜜糖是要完全浸過了檸檬 之後就可以封好它放進冰箱 冰了兩天之後,你就會發現檸檬和蜜糖分了兩層 因為上面那層是檸檬汁,而蜜糖會沉在下面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拿一隻乾淨的羹 把蜜糖和檸檬汁拌均勻 你可以看到底蜜糖是很稠的 盡量拌均勻它們,因為拌均勻一次後 它們就不會分開兩層 而且我建議大家不要放那麼滿 又或者可以用大一點的瓶 攪起來就會方便很多 攪好之後就可以把檸檬壓下去 讓它可以被蜜糖水浸 然後就可以放進冰箱,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喝了 這次的份量大概可以做到兩瓶的蜜糖 放在冰箱大概可以保留一個月左右 做好好的檸檬蜜糖,除了自己喝 你也可以拿來送給朋友 沖來喝的時候,可以夾一片檸檬 再筆兩根蜜糖 記得每次筆都是用乾淨的筋 蜜糖才不會那麼容易壞 然後就可以沖冷水或者暖水喝 記得不要用熱水 因為熱水會破壞維他命 其實這間東西沖出來的就是檸檬 很方便,放在冰箱 你隨時有空就可以拿來沖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就不要弄那麼大了 盡快越新鮮吃完就越好 希望你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影片一個like 還有按訂閱的按鈕 之餘 還有按旁邊的鈴 你才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另外我也是有一個Facebook 和Instagram 你們有興趣的話就可以follow 還有,我們很歡迎大家 如果你們做了什麼的話 就可以傳一張圖給我 因為我又很喜歡收集大家的完成品來貼糖 那我就會存起來 偶爾就會看回 那有什麼影片想我出的話 都可以留言跟我說的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byebye 好,好,好,好